台積電 台積電在美國投資的廠 快興建完成了 而且生產會非常順利 我要昏倒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美國要保護台灣 唯一的理由就是用台積電 幫你台積電在美國 因為台積電在美國生產 安頓好了 台積電在美國生產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九成的東西 是叫做一般商業用的半導體 有10%的產能 是保留給國防部的 美國國防部 現在美國國防部有10%的產能 就是高精密度的半導體 或是跟航天或太空有關的 是在給台積電生產 那九成是怎麼來的呢 九成是美國國防部 幫他去找商業訂單兜起來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 我只要希望你的10%就夠了 就夠我國防部用 然後以後所有的國防部訂單 不會留到台灣來 所以因此來講的話 台灣的台積電的再怎麼樣的 厲害的時候 對美軍來講沒有影響力 美軍所有的裝備的生產 高精密度的半導體 會在美國生產 所以當我們2025年 我看到好像2025年就可以開始 開始試運轉 甚至開始可以量產 如果那個階段一開始的話 台積電台灣不重要 對更不會來 更不會來 他不會來保護你 他不會來保護你 就是他打打嘴炮可以的 就是美國還是要打打嘴炮 口慧而使不至 所以自求多福啊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總統也很好啊 我們總統已經把這個 雙方的火大的仇恨的氣氛 已經拉到最高點了 因為大家也不會再高的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你一直要靠 聽郭正亮跟這個 蔡靖遠的講法的話 那就不知道邊界在哪裡啊 可是賴總統的那個邊界 對他會一直測試測試再測試 對方搞得很火大嘛 那個火大的那個程度 到這裡 紅線在這裡了 不是那這樣也很危險 擦槍走火呢 擦槍走火的話 就擦槍走火 好啦 不過我們來講講內政好了啦 因為也是嘛 禮拜五 10月11號 和解飯要來了 立法院朝野和解飯 要吃啦 沒有用啦 沒有用對不對 那個那個 朝野現在的關係是 是衝突到底 是吧 衝突到底啦 因為你看到 那賴清德不會軟一下嗎 賴清德沒有溝通的意願 對看得出來 我最近我有寫文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我在電子報登出來 我覺得三個因素 讓他的民調下跌 有 我有看到三把火嘛 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他自己的 打攤的這個力道下滑 對 第二把火是什麼 就是廢死 廢死 廢死 你看突然間 這個大法官會議 就是憲法法庭 做了一個記者會 對 全台灣昏倒 對 然後政府有沒有溝通 沒有啊 沒有溝通 不管你 就是拎刀其黨 就是管理的 我就把它廢死 就等於宣布廢死了 那今天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就要談這個事情 對 所以政府 雖然是司法院 但政府是一體的 你行政院或是總統府 要針對著憲法法庭的決定 然後跟人民 要做一個交流跟溝通 放心 大家安心 我們的法律是怎麼規範的 或總統要針對憲法法庭的 憲法法庭的裁判文 做一個他自己的 在行政上 在作為上的宣誓 沒有 完全不溝通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更糟糕 莫名其妙來一個 40萬兵力的民房 對 也不溝通 你覺得這個很傷是不是 就是40萬民兵要訓練 這個很傷 我跟你講我本來 我本來不太care這個事情 那什麼機緣要讓你care 沒有 因為我們家都是 我們家都是女兒 女時候我正在想 我們家女兒就不要當兵 所以本來我想要 趕我鳥屍 對 結果我們家女兒生一個孫子 對 我現在嚇壞了 他媽的 搞到我家來了 我孫子要去當兵 我靠啊 搞什麼東西 我都變火火大了 最近我看著 我特別注意這種新聞 你知道嗎 怎麼弄到我家來了 你知道嗎 本來跟我無關的 最近我今年開始不一樣 就跳起來了 搞什麼玩意 對不對 事實上民兵出來了 你內政部長也不再解釋一下 那我最 我是他 有啦 內政部長是說 就是因為緊益消啊這種 不 我跟你講 不是 我的心態 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講 本來跟我無關 我本來我們叫做小姐 也不會當兵 對不對 我搞個小孫子出來了 哇靠 非當兵不可 就一個 所以你覺得跟你有同樣心態的人 跟你有同樣心態的人 非常多 會影響到 反正我是非常火大 我都要嚇到嚇壞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看